好继续带您来关心 复理箱人口大约有9000人 但是对比隔壁台东直上乡的8000人 台铁平日对号快车停靠池上 却多出了两倍 那么地方认为台铁是忽视了搭车的权益 那么也连数争取列车增停复理站 而台铁公司也答应将在4月26号起 增加428次两列次 复理箱人口大约9000人 但对比隔壁台东直上乡8000人 台铁平日对号快车停靠池上 却多出两倍 地方认为台铁忽视搭车权益 连数争取列车增停复理站 台北到复理间增加 这个是下行的 树林开往新左营的 428次增停复理 复理站的停靠时间是下午17点44分 那上行就是从新左营开往树林的 这个423次增停 那423次复理的停靠时间是 下午1点57分到58分开 对于建议复理火车站增加停靠 对号列车的部分 台铁公司将在4月26号起增加 428次及423次两列次 407次原DMU列车改为1MU3000列车 共缩短行车时间80分钟 那复理原来是7点20分开 现在改晚7分开就是7点27分开 那到台北提早73分到 也就是说整个这一班车 本来是柴油的 行车时间改成新自相好 总共复理到台北缩短了80分钟 复理箱公司表示 因地方人口老化 年纪大乡亲都无法开车 因此需要更便捷的铁路交通 南来北往载运 也感谢台铁局重视地方需求强度 记者高松双复理箱采访报道 事实 algum不振理箱采访报道 优渐